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校长是正生书院的 他们的资源是最主要帮年轻人去戒毒 是 男仔女仔 一些年轻人在社会来说 叫做不太接受的年轻人 或者是濫药的年轻人 吸毒的年轻人 我们口中的坏孩子 我们今天最主要上来 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资源的运作 你们用怎样的接触去帮年轻人去戒毒 明白明白 好的 其实正生书院是一个办学团体 在20年前 我们看见很多青少人开始吸毒 我当中本来是一个老师 看到十多岁有什么好做 就读书 后来妈妈看到不如注册一间学校 因为注册一间学校的时候 她有一个学生的身份 当然这些就是 无论透过所有这些方法 令她一个个人的成长 当然你问我什么是解读 我说解读就是生命改变 一个人的内心改变 我说吸毒 偷东西 甚至非礼 那是一个行为本身 但最终是里面的问题 我说福音就是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手法 那个底线就是一个罪 就是宗教的定义 对 可以这样说 或者是一个狗 我说林先生 我校监 我们以前校监 我们老师说得很好 他说戒戒什么 他说戒大佬格 戒大佬格 这个就是重点 因为个人都说自己是大佬 他为什么不听别人说 为什么把自为 或者刚才你用《外圣经》来说是罪 就是你抗拒上帝 那为什么分别善罗树 你想和上帝一样 那我就大佬了 你想自己都说了事 但是那就是问题 OK 其实正生会成立了多久呢 其实正生会已经30年了 33 那就是我们大概 10年 即80年开始 到94年的时候 就去到大嶼山芝麻湾半岛 现在那个地方叫夏径 就是现在很多人所认识的 叫做正生书院所在的地方 但其实严格来说 应该是正生会 戒独所里面有一间学校 而学校就是负责教育工作 但其实住宿各方面 其实正生会戒独所里面 那些同事负责他们的生活 那正生书院和以往我们形式的 神禧岛福音戒独 或者芝麻湾戒独 那些都是封闭式的 你们正生书院是否都是封闭式的呢 就是和那些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香港呢 有整四十几个的戒独所 而机构呢 就大概是十几个 那刚才你所提到的 那些住院式的戒独所 虎空戒独 或者有些不是用信仰的都好 都是禁闭式的 那其实基本上正生会 都是一个禁闭式的戒独所 因为我们八成的朋友来戒独 都是透过感化令 但是有些人问我们 那我们和其他戒独所有什么不同 其中一个不同 就是我们里面的时候 有很多 有间学校在里面 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职业培训 但其他戒独所都有的 但另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就是 我们的时间很长 意思就是很多戒独所 可能是六个月到一年 我们的戒独所 进来的时候 的感化令是两年 但读完中学之后 基本上是说四年多 那我有时半开玩笑 我说四年多离开了 他这班朋友 那班朋友都被人逮捕了 那自然 香港自己的香港人很多 应该找不到 找不到 已经坐牢了 那陈校长你刚才说 有些是法庭判 这个感化令进来两年 那如果有些叫隐蔽的 那现在很多青少年 都不是公开去擁药 那有些隐蔽的 濫药者被家庭发现了 但是他又没有被人逮捕 又没有被法庭判入你们正生书院 那他们可不可以联络你们正生书院 喂 我的儿子现在濫药 我想他进去正生书院 去戒这个濫药 这样行不行的呢 其实有的 我们呢 除了说法庭判来 或者是有些学校转介过来 有些学生呢 就真的他们自愿 或者是家人找我们帮助 就是刚才我来接受这个访问之前 我也收到过电话了 待会也约了一个朋友去见面 那因为其实 慢慢正生会正生书院 做的街道工作 很多人开始认识的时候 那其实透过这样 或者这个节目呢 是令一些朋友 发觉他需要求助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找我们的 那我们看看去哪方面的时候 可以帮到他们 那自愿的 这么说自愿 是不是我喜欢出就出 喜欢入就入 不是 自愿的意思就是 你选择来嘛 但是如果你来了之后的话 那当然是在我们的监管之下 那因为你要我帮你 那当然是用我的方法 那所以基本上的条件 就是两年 那他是不能离开的 但是当然如果我们出去活动 参加一些正常活动 或者教会活动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同事 和他在一起 那所以说自愿的意思就是 来的时候 但是来到生活 我说是一个 我受我们的管理的生活 嗯 即是说他不可以说 我今天进来 我觉得不舒服 是的 明白 或者我觉得生活很闷 没有机打 没有电话 是 早睡早起 又没有热水 冬天都要冲冷水 是吧 是一样的 所有的老师都在一起了 冬天都要冲冷水 这样我不习惯这些生活 所以我进来几天要走了 那其实就不行的 所以 没有说不行的 那你大一个人就走了 但是走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规矩 走了就不可以回来 哦 一生人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去到学习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就是 你学习的模式 那如果假设你说 我自出自入 中日回来两天 出去三天 那就是不用你了 所以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刚才所说的 我说 这个就是大老格 不是你喜不喜欢 而是你来到的时候 当然是跟我们学 而那个就是一个 简朴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也是对我们人生 一个磨练 令我们反省自己 让我们看到 信仰是不是真的 我们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选择 那就是 因为我听过坊间说 就说福音戒毒 是 那就是 成功率不是很高的 很低的 你要戒到政府那里 让他入去那些 叫做 坐牢那些 即是说 判你入去 坐牢那些 你才会成功的 外面那些 不会成功的 但是以我认识正生会 成功个案是非常之高的 嗯 所以刚才所说的 就是这个福音戒毒 是倚靠福音 去消除自己的恶杂 我相信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全世界来说 说戒毒的话 很多人都觉得 是比较困难的事 但是刚才我说 为何福音戒毒 为何福音来解决问题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我们有一个说法 就是 当他在吸毒的时候 洗一千元 好像洗十元 当他戒完毒之后 他洗十元 好像当是一千元 所以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心态的问题 是价值观的问题 而价值观有一个 这样的改变的时候 他看的事情就不同了 以前他觉得 你欺我 我不打你很好了 现在圣经说 爱你的仇敌 那就是两件事 我不是不打你 我还要爱你 所以试过 有个学生跟我说 他说校长 圣经那里撕掉那一页 我相信耶稣 我说哪一页那么紧张 他说爱仇敌 他说做不到的 他说我已经改变很多 他得罪我 我不打他 我走开自己 是不是很好 很难得 但是还要手上去爱他 他说不可能 但是当一个人 真的信耶稣的时候 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 他经历了上帝的爱的时候 那种变化 就绝对远过 是否吸毒 远过生命的改变 正生会 开始变成正生书院 开始教导小孩去读书 做事 一起相处 就是说 里面有职业技能去学 有什么职业技能 给小孩子学 我好像其中有一个是剪头发 是的 因为我家附近也有一间剪头发的发型屋 是正生书院的 以前的同学出来开的 是的 去哪区 在沙基湾区 去沙基湾区 是的 基督是我爹家 进去试试 剪完之后跟他谈 就是正生书院 以前是戒级读家 你信耶稣 其实我也是自己的弟兄 是的 除了剪头发之外 还有什么技能 是教小孩去从头社会 其实我们本身在我们里面生活 日常生活 因为他都要洗衣 煮饭 就是基本的一个生活技能 一定需要 另外一些比较职业导向性的 就是剪头发 我们有一间快餐店 所以他会去快餐店工作 我们有影音剪接 就是训练他们摄影 录影 我们派我们的学生 去到不同的场景里面 帮人来做拍摄的工作 好像有些学生 最近有些学生 最近去了四川 帮人来拍一些跑步的比赛 在高山上面 另外我们有一些设计的课程 或者有些木工 维修 都是我们训练的技能上的范围 其实是一个职业训练所 可以这么说 但背后其实跟我们的信仰很有关系 因为很多人做解读 我说的是 Sin Management 就是管理如何不要再吸毒 就是离开罪恶 但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 就是Curation Theology 创造的神学 就是问你不吸毒 可以做什么 我老板说得挺有趣的 他说不吸毒有什么能力 他说通戒也不吸毒 那意思是起点 那意思是 不是说你不吸毒就有什么能力 而是刚刚起点 你不做以前的事 那你可以怎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是上帝所创造 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的能力 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做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方向界论的神学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读书 学书 和家人建立良好关系 那都是自然应该做的事 因为你是人 所以也在圣经里面 上帝当创造完世界之后 他说叫我们管理大地 从来没有几日退休 没有整个人说退休 不是的 管理大地 做事嘛 管理大地 一个叫封闭式的学校 在里面做一些戒毒的工作 或者去将这个小孩去 依靠福音去逃作为一个新的人 其实有没有开放人 其实我们每一年有一个开放人 年初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谈谈我们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 都有些不同的单位 无论教会 学校 或者社区中心 都会来谈我们 申请 我们接受团体的申请 接受团体的申请 接受捐款的呢 我们接受 其实我们是一个慈善机构 我们在税局都有一个正式的注册 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的奉献 我们收到之后 是有一个香港免税的手据 因为我跟一些弟兄说 回教会 或者上次来接受访问的 很难倒的Andy 他们都是教会很活跃的 侍逢的弟兄姊妹 他们都说 我想帮正生去筹款 但是怎样进入正生的户口 怎样找正生书院 怎样找你们去 其实是在网上 可以找到我们 里面有我们的银行户口 公司资料 或者你打陈兆卓的名字 你都找到我了 不是啊 我找陈兆卓的名字 反而出了是正生书院 当然啦 但怎样入钱 在你的正生书院户口 做捐款呢 反而我找来找去都好像 糟糕了 刚刚还过网站给你听 是啊 其实有的 我有很多朋友 都透过银行的户口 或者寄支票来 其实我们去长洲 有个邮箱 长洲邮政述箱68号 那你寄支票来 我们就会寄回收购 大家弟兄姊妹 听到这个节目 都希望真是帮一下正生书院 因为他们做的事 真是是神喜悦的事 是基督喜悦的事 大家都帮一下正生书院 那我们有一条片 就是关于正生书院的 叫做正生的孩子 那大家去看一看这条片 在正生书院里面 生活的孩子的情况是怎样 这个外国是一个小学生 也就是旅行的 这条片子 一条片子 我叫汉妍 我十五岁 来了这条片子 两年龄 九个月 快要三年了 我叫你名字 趙偉倫 今年十四歲 我因為吸食毒品 被法庭判進來這裡 第一天進來這裡 覺得這裡怎麼能住 遇到,好像乞丐鬥似的 上船就想 會否需要乘搭帳篷或睡覺 我已經很害怕了 來到這裡,看到這裡的人 感覺很不同 跟我想像中的不同 就是他們會有愛 不要睡了,起床了 用我的椅子就剩下 要命 我看見了 這應該是正面 我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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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時間歡迎嘉賞,為成文獻上感恩條交諷主名頭 我的心甘均勻,全然交上 我再順對早已回頭兩期 我再願意成功悲 人跳走,我多你,我多你 因為有人罷了 自己在犯錯 所以先被同工要求他 可以想多些事情 不用在上面那麼多人吵 自己想不到事情 如果這裡是一個無愛的地方 我相信我不會支持到今天 因為你有任何困難 會真的一家人大家一起去承擔 如果沒有人在身邊扶持你 安慰回來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會意志低落 都不會說的 只想買一個 一分熱營是要發光 找著美好 我一開始進來很想離開 很想 不想再令媽媽傷心 因為我之前 經常不聽媽媽說話 經常罵她 而且她給了我很多次機會 四、五次 要令自己不可以 像她們這樣 還有不想家人再傷心 慚愧 因為自己那麼壞 她們又對我很好 我是做不到一些什麼 所以我想起雪糕 希望可以填一下她們的心 因為她昨天 在電視給我看到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雙方都有她們的堅持理由 但是我覺得這個社會總是要接立 和真正的愛 愛是有冒險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當他們是自己的子女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